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今年分两梯次举办中华文化夏令营 以民俗体育、民俗舞蹈、民俗艺术、手工艺、中华传统小吃、团康等文化活动为主轴、传承文化 夏令营第一梯次6月12日至22日在金山湾区文教服务中心举行 共有63位学员参加,分为四小队 分别以卤肉饭、珍珠奶茶、柯仔面线、白饭为队名 今年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临选优秀民俗教练蔡军慧 教授扯铃及跳绳等项目,深受学员喜爱 6月22日夏令营成果发表会即节夜典礼 道场贵宾有驻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忠林 金山湾区文教中心主任严树荣 副主任钟佩真 乔务委员林美莲 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前会长毛小林、陈安东 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施光廷、前会长汪昌泰及学员家长超过280人参加 在施光廷会长及马忠林处长致辞后 成果发表会正式展开 首先我要感谢乔委会给我们的支持与赞助 要不然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个下语题 那也谢谢主任的处长来报我们的经历 那这个刚刚种小朋友的那个很有精神 大家就知道经过了这个礼拜 他们应该都学到很多 尤其今年的乔尔会派过来的老师 是民俗体育高手中的高手 我们的蔡老师 所以相信他们一定会从老师这边学到很多 那我要感谢我们的TN 谢谢他们这个礼拜帮我们照顾这些小朋友 那为了要在这个暑假的期间 提供我们给我们北加州地区的这些青少年朋友 有一个非常健康而且非常充实的一个暑假活动 所以从去年10月开始就成立了一个中华文化夏立宁的这个筹配小组 我们的策划就是两期各一个礼拜的这个夏立宁的活动 并且这次还特别远从台湾 前来到我们的专业的这个体育老师 蔡军会 蔡老师前来指导我们的这个扯邻的教学 同时也从我们本地临选的一些文化艺术的这些老师 来教授我们的文化艺术体育舞蹈 还有传统美食的这些这些课程 让我们这个夏立宁的活动能够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充实 下面的一些影片跟照片 来回味一下这些孩子们在这四天中的快乐时光 类优独播剧场上 一三 plays 代表演 一二一 一二 三 一二 一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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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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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話 一句話 他們會在這裡停個三十秒 好 停好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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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